思维误区 失败乃成功之母 是这样吗? 这个论点的本意是鼓励人失败了不要弃乃 要从中吸取教训 以求成功 好像大发名家爱迪生说过 谁说我失败了 我已经知道9900种方法行不通 由此人们错误地认为 爱迪生的成功完全是由失败导致的 失败乃成功之母 事实上 爱迪生的成功完全是基于他一次次的成功 没有前期的多次成功 及其他从成功中获得的信心 他必将失败无疑 事实真相是 从概率论讲 成功乃成功之母 失败乃失败之母 成功的将继续成功 失败的将继续失败 个别或少数例子不足以成为定义 有情人终成眷属 真的 这个理念似乎在告诉我们 世界上所有已成眷属的夫妻 都是相亲相爱的有情人 请大家门心自问 你与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吗 事实是 有情人难成眷属 若有情人成了眷属 其结局是情之淹没 安居乐业 是不是 无业 不乐业 哪来的安居 难道天上会掉下馅饼 应该是 乐业才能安居 当今世界 许多年轻人先从业 后成家 正确 安然无恙 对了一半 安然就能无恙 但无恙才能安然 百炼成刚 事实 炼一百次是成刚还是成器 变换无常 是的 找不着规律 不按照规律办事 确实是变换无常 不经一事 不长一智 难道我们凡事都要经一经 才能长智吗 光阴四见 人生短暂 如果我们不能聪明地 善假于物 不能从他人的经验 和教训中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从而增长智慧 而是要一件一件地 去自己尝试 是不是太笨了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地球上空 有多少个间谍卫星 在俯视着我们 在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连网的电脑瞬间 可以把世界局势 尽收眼底 在这个时代 我们还要爬山涉水 拼上性命去虎穴抓虎仔吗 盖棺定论 不要期望盖棺就能定论 人会把几千年前的历史 翻过来进行评论 我们还是一道而行 不要在乎死亡时 道词的内容 尽诸者赤 尽末者黑 尼姑想到灯红酒绿处喝一杯 妓女想早日脱身 清修得性 皇帝门下多贪官 黑帮群中有正义 谁说尽诸者赤 尽末者黑 出生牛犊不怕虎 反义是 出生老虎最怕牛 当局者谜 旁观者轻 事实是 当局者轻 旁观者谜 得道多注 失道寡注 抛开负宇宙能量 其余似乎是 强者多注 弱者寡注 苟丈人士 同理 人丈苟士 海内存之己 天涯若比林 左右不实己 相邻若天涯 呼之寄来 挥之急去 呼之急来 挥之难去 疾风之浸草 浸草时疾风 疾所不欲 勿施于人 疾所不欲 亦施于人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偏信则暗 兼听也暗 将欲取之 必先语之 若有语之 必要取之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鞠躬尽瘁 为名而已 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 负重之玛丽 钱财见人心 命为欲碎 不为瓦权 命为瓦权 不畏欲碎 皮之不存 毛浆腌腹 毛浆不存 皮之腌藏 破境重圆 破境南圆 人怕出明珠怕壮 人想出明珠 想壮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职工不努力 老板图伤悲 食食物者为俊杰 食食物者为华头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四体不勤 五谷风登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年之计在于东 天下乌鸦一般黑 天下乌鸦不一般黑 作俭自负 作俭自卫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三十六计无形为上 三个臭皮匠 赛过诸葛亮 三个臭皮匠 还是臭皮匠 人行千里路 圣读十年书 人读一年书 圣行千里路 不听老人言 吃苦在眼前 光听老人言 吃苦在后面